这个一袭黑衣的少侠趁着月黑风高 偷偷潜入了一间密室 发现一口钉满钢钉的棺材 而棺材内竟躺着一个活人 此人就是仙侠派大弟子于宝 原来在不久前 素来跟武林各派和睦相处 立足江湖四十余年的金府门 竟一夜之间惨遭灭门 歹徒手段极其残忍 号称自己是仙侠派大弟子于宝 一时间仙侠派成为众矢之敌 而于宝也化身武林公敌 他在客栈被百毒派伏击 栗战不敌最终落入百毒派手中 百毒派为防止于宝逃脱 将他活活定入木棺中 表面称召开武林大会 是要为金府门讨回公道 实际上掌门左龙却是想挑起江湖纷争 从而趁机称霸武林 黑摩勒此番就是赶来营救于宝 但于宝却拒绝了黑摩勒好意 称自个儿深正不怕影子邪 如果趁机逃走 岂不显得心虚理亏 他请黑摩勒去仙侠派报信 让掌门老罗防备百毒派诡计 而百毒派这边也开始了运作 他们聘请退隐多年的花四姑作证 因花四姑身为江湖老前辈德高望重 此番主持江湖公道 他断然不会拒绝 又用白粮赏金 找来江湖杀手万英泰出手 万英泰此人心高气傲 善恶不分 一手金鞭绝技 出神入化 高强的武艺恰好是最佳人选 左龙要万英泰刺杀仙侠派 有关江湖正派 借此获取有利局面 而仙侠派这边却戛然不同 身为江湖正派领头人 掌门老罗不懈用下作手段 就算得知花四姑和百毒派往来 也是以不变应万别 俗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女侠明珠主动请营 前去花家庄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万英泰半路截住百毒派爪牙 他立场混沌善恶不明 帮左龙除去正派侠士的同时 还反过来铲除邪派爪牙 奔着拿钱办事的原则 万英泰也不愿旁门左道称霸江湖 在他手中金鞭挥舞下 江湖潇晓纷纷似于非命 而黑摩勒则独身寻找 花四姑相好黄老头 知晓来龙去脉的黄老头 愤怒至极 江湖纷争 哪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 他不愿花四姑涉足此事 当即准备赶往花家庄 之后 黑摩勒在一破庙偶遇明珠 眼见如花四玉大姑娘 黑摩勒哪能不畅谈两句 不料 万英泰也来到此地 他是女侠明珠的追求者 眼见黑摩勒出言不逊 心中气不过 抽出金鞭大打出手 两人都是声明确切的江湖好手 更是有黑白双结说法 此次决斗断然难分高下 眼见明珠负气离去 万英泰收起金鞭扭头离开 破庙中只留得黑摩勒一人 他察觉庙中异常 拽紧瓦片像以雕像抛出 眼见没反应 故技重施又是一瓦片 谁知还是没反应 他抬起地上大鼓 对准雕像直接智出 一动不动 雕像突然暴起发难 凌空平移冲向黑摩勒 显然这是以江湖高手假扮 幸得吃腹及时赶来 才保得黑摩勒平安无事 另一边 黄老头找到了花四姑 他苦心相劝 想让花四姑从此事抽身离开 花四姑对此不以为意 口称正邪二字本就很难划分 百毒派不一定是邪派 仙侠派也不见得是正派 而他此番大动干戈就是为了替武林主持功道 黄老头说不过只得赞助花家庄另想他法 与此同时百毒掌门左龙在一片墓地 见到了那位酷似雕像的武林高手 原来他正是左龙的师伯 江湖号称血炎望 二十年前被正派围剿 身负重伤不知所踪 如今伤势痊愈 血炎望也是准备卷土重来 而万英泰追着一批江湖高手 正好撞上血炎望 二人一言不发大打出手 血炎望有意试探万英泰武艺 一人是维护江湖大魔头 另一人是近年江湖新星 后眼见万英泰有两把刷子 便向他坦明了身份 让万英泰去干掉黑摩勒和明珠 事成后少不了好处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万英泰前脚刚走 黑摩勒和明珠就找了过来 经过二十年时间沉淀 血炎望早已金石不同往日 手中爪弓锋利 身上内弓扎实 这次即便是二对仪 也依旧伤不了血炎望分毫 关键时刻师父再次赶来 血炎望只好作罢 趁机溜走 师父看得出血炎望马脚 当年血炎望作恶多端 是江湖中一大毒瘤 师父要黑摩勒将血炎望献室 告诉花家庄花四姑 不过此时的花家庄门前 江湖人员聚集 他们都是赶来参加平礼大会 可此刻却被黄老头堵在门外 老头知道大会是个圈套 他要江湖人离开是非之地 甚至不惜武力大打出手 百毒掌门左龙哪能愿意 要想制霸江湖 这可是第一战 他指挥教徒蜂拥而上 但没想到黄老头武功极高 同时应对数个喽啰为功 丝毫不在话下 花家庄 花四姑不愿意了 正所谓一物降一物 武艺高强的黄老头 硬是掰不过制妞的花四姑 如意 黑摩勒找了过来 将血炎望重出江湖 告知花四姑 不过花四姑却只字不信 血炎望消失二十年 更何况还是他的手下败将 他根本不以为意 甚至要将黑摩勒抓起来 保证平礼大会正常举行 幸得女侠明珠相助 黑摩勒才摆脱花家庄追兵 平礼大会召开前 血炎望找到万英泰 为防止制霸武林计划暴露 血炎望显然想要灭口 二人再次交手 情况一如计划 万英泰只能被动周旋 而血炎望则掌握主动 一朝不慎被血炎望击杀 平礼大会如期展开 花四姑主持大会 要奄奄一息于宝 说出实情 称不管凶手是谁 今天都会被当众处死 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于宝暗地受了左龙好处 当着所有武林人的面 将恩师定为幕后真凶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仙侠派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黑摩勒气不过要去教训于宝 而掌门老罗也痛恨自己有眼无出 竟交出这等望安复一的徒弟 无脸面对祖师当场自尽身亡 场内陷入一片混乱 仙侠派弟子和百独派交手 战斗异常惨烈 而雪岩望也随之出现 华四姑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为了弥补过错 华四姑二人与百独派打了起来 可如今的雪岩望 武功不知提升了多少倍 手中黄旗飞舞 旗面扰敌视线 枪头直刺敌身 昔日死敌显然已不是对手 随着时间推延 华四姑和黄老头在围攻中 双双死于非命 随后黑摩勒师徒姗姗来迟 他再次对上雪岩望 小伙子年轻气盛 虽是武功不敌 可拼着受伤 竟跟雪岩望打得有来有回 一旁的师父大喊百会学 显然识破了雪岩望照门 但生龙活虎的雪岩望 哪会站着让黑摩勒破弓 好似三鹰战旅部 一个接一个和雪岩望周旋 随后黑摩勒扭动机关 一招出其不意击中岩望 还不等岩望拔出飞镖 黑摩勒乘声追击 再次近身厮杀 他飞身骑在雪岩望头上 剪刀直刺百会学 让这个不可一世的魔头 最终死于非命 《绝杀令》是由孙仲指导 江大卫 宗华等人出演的 动作武侠类电影 影片角色性格刻画较为一般 仙侠派雨宝反水 为该片反转亮点 最出彩的为古风的老刺猬 和花似姑之间的黄昏脸 叱咤风云老一辈的恩怨 显然更吸引观众目光 相较之下 年轻一辈之间 情节稍显不足 江大卫发型非常雷人 几个主要人物突然死亡 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赞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嘉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熟悉